今年49歲的前TVB藝人張玉珊 早年憑著玉女形象大受歡迎 淡出幕前後創辦美容簽體公司 依舊成為最年輕的上市公司主席 近日有網民曬出與張玉珊喝茶的照片 張玉珊與男朋友盧啟然一起到場 雖然男朋友近年被捲入是非之中 張玉珊依然對她不離不棄 風雨同路 而想中的袁詠儀美麗、宋永康也在場 五個人坐在外面與其他食客一起喝茶相當大方 而張玉珊與美麗坐在一起 兩個都保養得意相當美女 近年不少人都會用電子方式、派和收禮事 以往曾經有人在社交平台貼出了PaymeCord的豆禮事 早前MC張天賦領養了一隻狗狗 趁著農曆新年 她在社交平台都貼出了二維碼 並且貼有狗狗的大頭照片 不過她就說 禁止過多過十元 有網民就不滿意她這個舉動 認為她有五十五萬個追蹤者 假設有二十萬人看到她這個動態 每人捐十元 她什麼都不用做 就正待二百萬 又批評她作為當紅歌手 不應該這樣叫粉絲課金 但也有人認為 粉絲自願給的 都沒什麼問題 她之後再貼出一個限時動態 她過了兩萬元 給保護維器動物協會 原來她把大家的祝福都捐了出去 真是相當有愛心 不要再怪錯MC了 無線新一代的新聞女神 31歲的林婷婷 憑著標誌的美貌和甜美聲線 成功入屋 深受觀眾和網民歡迎 昨晚有網民在將軍澳商場 野生捕獲林婷婷 想中林婷婷穿著白色的外套 黑色群配黑色絲襪 手拿著手機和電線 應該正在外勤採訪 在零類鏡下比上鏡更加美 還引起了藍圖人的回望 內地女喜劇演員 兼導演賈玲 一直以重量級的身形 而為人熟悉 為了拍攝主演兼撿到的賀歲片 她激減了50公斤 令到大批網民嘩然 電影在2022年4月開始拍攝 而她在同年6月 開始了地獄式的訓練 她的體重不斷下降 但成水 也逐漸頂不住 劇組需要多次停機 後問的是 這套電影 起大年初一上映 5小時之內 飄防就突破了2億人民幣 她的努力 一點都沒有白費 現年43歲的黃宗澤又有嚴福了 有女網民曬出一張照片 想中黃宗澤疑似被兇襲 想中的女網民以低胸裝飾人 貼近黃宗澤拍照 而一邊的黃宗澤雙手擺在後面 以示清白 依然保持微笑 好紳士 有網民就留言指 南方這樣的姿勢 算是辛東悲嚴了 她恨不得走出照片 又有網民指出 第一眼看錯以為黃宗澤女有關酸戀情 今年是馬明和太太湯諾文 首次以夫妻檔的身份拍禮事 她們齊齊在社交平台發文 曬出了以她們的名字 作為主題的特製李士風 並且和大家拜年 李士風上面 印有她們的英文名 以及早前婚禮的專屬Logo 她們還穿上同款龍圖案的衛衣 一紅一藍 不少圈中的單身好友 例如江家文 高凱玲 朱神麗等等 都紛紛留言說 想要鬥到她們的禮事 聽到被捧為抬絕的呂惠儀當堂嚇了一跳 然後立刻繞回說話 我真是丹爺 我沒有了 我全都是丹爺的 我是丹爺的女兒 最後說漢年說話的時候 修哥懂得說龍騰虎藥 呂惠儀搭著她的肩膀大讚這麼厲害 果然是懂得做人 中年好聲音異的劉河 年初三二生沙田馬場 對於在節目中被淘汰 她就說 可能更開心 其實整個人輕鬆了很多 因為你不是比賽的期間 還有他們兩位還要接再來 我已經是暫時退出了 暫時退出了也不是永遠退出 只是暫時這個節目退出了 接著來看看公司還有什麼其他表演 希望可以自己當然要先練好自己的 再看看可不可以在電視機前 或者在每個不同的公眾場合面前 可以再展現出更好的自己 這個是最重要的 就是中心不到那個 很輕鬆 會不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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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的會的 整個人都不同了 因為你始終有比賽的壓力 有時候不是說分數 或者是賽果的問題 而是你整個人就要 真的要專注於做好這件事 盡量在舞台上 不要出太大的醜 那怎樣去維持 怎樣去維持一個好的狀態 因為那個人就會想很多東西 壓力自不而會大 向海南昨晚 起社交平台 上載了與黃燕智的合照 寫著說表兒身 聯同表姨 向大家一起發練 其實向海南 曾經在節目中透露 一直不知道與黃燕智是有親戚關係 直至2005年 兩位媽媽碰頭 才知道他們是兩表兒身 她雖然年紀比對方少 但背份就比對方高 由於黃燕智 和鄭家榮是表兄弟 過往有不少觀眾都認為 嘉榮一樣會叫向海南做表姨 但事實是 黃燕智的爺爺 和嘉榮的婆婆 是兄妹關係 而與黃燕智的媽媽 是沒有直接的親戚關係的 而一講到向這個姓 大家都會想起向華強 甚至在網上 打向海南去搜尋 就會自動出現向華強這個相關字 不過向海南的爺爺 並不是姓向的 向爸爸改了姓 而向海南 就沿用了這個姓 所以她們和向華強一家 是沒有親戚關係 新年不少藝人女星都穿著新年裝束 分享靚相 雖然早前岸家敏移居英國 但大年初三 她亦在IG分享靚相 與網民拜年 相中她穿著鮮紅色的低胸晚裝 非常應接之餘有喜慶 特別是晚裝緊身的剪裁 更加特顯了她身材的曲線 天文得到不少的網民讚好 更加有網民留言說話球正面